这个Facebook,Meta,他的母公司和Alphabet,就是Google 他说他们的广告跌到神坛了,原来在美国的数字广告 只有两家大巨头,占了50%的就是Google和Facebook 两家公司以前,2014年开始就已经是一起占有50% 一半的广告都是他们两家公司所占有,现在跌到怎样呢? 不是很重要的,你可以说跌到就是48.4% 跌了少许,不过有些负面的评论就说他们现在这两家公司 就似乎增长是有一个问题,不增长的范围也是向后跌 他们似乎是去到那个风顶的了 很重要的,美国是靠科技股的泡沫来支撑他的经济 现在最好,最有境的谁呢?他们就提出一个数字,就是TikTok 他在美国的表演很好,华尔街日报说他有华尔街的人士分析到 就是TikTok是今年唯一广告收入大幅增长的社交平台 这个情景是非常之好,说TikTok的广告的营收 我想他不知道是不是指全球了,会回一回 总之你们那些所谓老大老调的美国的所谓 食股的科技股,科技公司似乎就增长了 就已经顶了,那TikTok就会向上上 但不是好消息,越是这样的话,很可能美国将会 更加会使你TikTok就会离开这个市场 因为你怎么说呢?不是说你对他美国的国家安全 有什么挑战,而是你对他的经济安全有所挑战 好了,那我就想再拼搏大家刚才所说的 这个Paul Kubin,这位仁兄,他既然不是用他这个经济学家的严谨的态度去写文章的话 那我们就有很多事情可以批评了 他说刚才所说的,他说现在中国已经去到一个标准了 就是说去到天花板了,他引用这个叫斯坦定律 如果一件事不能永远持续下去,他就会停止 你回去看看自己的美国的股票 美国成库的科技股就是你所说的的斯坦定律 你这件事不能够再永远持续下去 它就会停止,就是美国的泡沫 OK?不是中国泡沫 我为什么可以跟你与你比呢?老实说,你放下经济学教授这个严谨的贵官 你胡乱说的话你其实和我的水平差不多,我也会写的 所以那件事他就说因此而觉得之前大家对中国的增长是一个错误评估 他说大家不应该用这个所谓构价力评价来评估中国2016年已经超过美国 他说现在全世界以美金为准,你当然用美金的标准 所以说如果用美金计的话,大陆中国这一世都不会追上美国 这个也是他自己和我一样的水平,你也是靠说而已 他说中国的失误异强化了中等陷阱的航法 就是中国也去到顶了,中国就中等收入陷阱 美国是什么?美国是泡沫再泡沫 经过了这个.com泡沫再去防备盐泡沫 现在再去你的手法叫什么?Google,Facebook的泡沫 泡沫加泡沫,美国和中国都是一杯意大利咖啡 整口泡沫是吗?这个世界 但是他说这一句话其实都挺持平的 我很赞成他 你不能够贬低中国在过去40年的水平令人难以再提高 过去40年谁增长得最强劲呢? 美国过去40年是增长还是倒退呢?他自己知道 所以他这些叫做学术 我刚才发现,后来都说我们都不应该 满杀了你40年的奇迹 除了中国可以放置40年的增长奇迹 还有美国有什么奇迹?泡沫 泡沫再加泡沫 泡沫非常浓厚的意大利咖啡 一会儿我开完节目之后 我都去喝一杯咖啡 先休息一会儿 因为都挺生气的 看到这些情况 好,不说生气的话 说回香港值得的 大家都是鼓舞的事 最近就是这个消息 大家都留意到就是 李家超特首和习近平见面 带来一些很好的消息 就是首先我们通关有网 接着我们作为驾车人士都很紧张 原来我们45万的车主可以港车北上 总来说形势 大湾区和香港的融合 就相当之会看到有一个标志性的发展 今天我想说就是这个新班子 这个新班子我们怎么评价呢? 我们用回2021年 我们港澳办主任 这个不是港澳办主任 这个是... 先找找找 夏宝龙 夏宝龙又提到一个相当之关切的 一个说话 先等等 这些就是要读清楚他的规律 所以他就提到 香港是需要做实事 即是他在2021年 曾经有一个谈话 那他就提到 就是需要做一些叫做 提得见 又可以摸得到的事 那这个就是相当之重要 夏宝龙是国务院 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是的 他提到的一件事 就是相当之重要 就是说 大家不要坐在那里 就是什么一堆政策 一堆数字 或者我们需要做这些 几件是所谓的 看得到 或者摸得住的一个实事 所以以前 好像我们也觉得 施政了之后 不要说概念化 可能很难形象化 究竟可以做过一些 什么的实事 这次我又回带 看看 究竟 特区政府最近做过 什么的实事 尚峰和我 应该读书的时候 经常去大埔街市 大埔路走 那大埔街市 有一个问题 以前是很流暖 后来就在这个 所谓的市政大楼 又会换年一新 但最近 近这十多年来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大埔街市 其实 变了街市的时候 很多人 是将一些 所谓的 雜物 或者他们自己 是死怕烂怕 是把地方阻止了 一条街的 十多年 或者是很长时间 都看到这样 似乎都很难 能够可以改变得到 不过又不是 我最近 去了 这个大埔里面 咦 整条街真的清理了 大家的舖 要缩在自己的范围里面 就不会放在整条街上 不见了 我第一次不说 为什么会这么奇怪 隔了半个街上 咦 又是这么整齐的呢 哦 原来是 我们错过了 我们这个班子里面 是做过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叫做你调我清 这些 卓永兴就是这个副政务书 是把这个 香港重整为一个 重新 是一个整齐整结的形象 当时我记得有一个新闻 就是 卓永兴就是这个 职务师的副司长 去巡视一些黑点 很多污漏的地方 当时 那些所谓的良心记者 其实等于 就是 有一些 就有一些 不是很多赞的 那些记者就说 你是不是要做大龙凤 那样 那你去走区 请一个 副司长回来 你还搞清洁吗 那这个也有人说 喂 好像说这位副司长 连坑渠英文都不懂 要问他的助手 去提点 总终这些是恶毒的 没有恶毒 这些是负面的评论 只会想打沉一些东西 那问题呢 香港清洁很重要 当时已经在8月 因为你香港市容 如果不搞清楚的话 你知道疫情 这个很重要 第二件事 也都要显示到 特区班子的 执行力 我又会觉得他的执行力呢 我看回 就是 马士亨 以前的前政府的局长 他有个视频也说到 如果要搞定 就是之前很早之前 就是那个班子 新班子之前 上任之前 好像他提到的一件事 最重要是搞定 那个所谓食環处 因为香港的生活很重要 经济很重要 如果搞定了食環 你的班子 就会得到很好的形象 和支持 果然于是 我没有去巡街 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时间 周围给你看 不过 就是说 在这个新班子里来说 第一 我去到大埔导 已经看到非常压力 不会有东西放在那里 当然 生水补典 什么情况 我觉得这件事已经做得到 我已经看了一件事 我已经摸得住了 因为我下个大埔导 就已经是换然一身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当然不能不提 就是说 我们很早已经破裂了 所以叫做白纸运动 或者这个叫颜色革命的初刑 这个局长 就是港澳局长 在11月30日 已经表示到 就说 立即很快 这件事应该在 他白纸运动 差不多要燃烧的时候 他已经是 在10日 已经指出 就是在香港看到这些情况 就是留意到一关事件 指到2019年 反修理运动的积极分子 参与其中 首先提出这个警号 这样形容 是有高度组织 以及再次 蓝色革命的初刑 你说的那句话 相当大胆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些事情还没有说出 这个叫颜色革命 或者什么 甚至很多人 毁实记忆 都不是怎么报道 都不是怎么说 害怕死 对不对 传媒都可以 都这么摸手 你司长突然走出来说 这个叫做颜色革命是初刑 那就真的很爆 爆不要紧 效果如何 果然 真的出现了一个 就是防范于未然 这个事情就搞得 就是搞得不是很成功 在大陆就是目实而终 现在变成了唱衰中国 现在打了另一场战争 叫做感冒战争 就是说 就落实了 就是说一下 现在的感冒有问题 因为为什么呢 就不是再说个人自由 所以就是这一件事 这个又是看得到 又不能够住了 是不是 之前很多东西都很痰积 住到那些学生 遇到那些所谓的市民群中 很多东西都是头头吞吞 言论自由 这些之前是印象 但是现在都挺果断的 当然了 也都说到 今天我们摸到 看得住的就是说 大家都说到澳门很多东西都买不到 什么退销院 或者内地真的感冒战争 感冒海盛的时候 都就是百业蕭条之余 就是开放了 不但只是没有这个市势 就是市场更加不是很热烈 大家都还是很害怕 但是看我们香港 我看得住摸得到 很多人去旅行 很开心 聖诞节去看灯色 我们好像都没有什么 需要买头痛片的忧虑 那也都是预早 这个是 我记得是 这个新门子里面 就是很早也是 对这个政策方面 是走到一个松动 那之前大家都很害怕 就是说 大家都在说这个洞瓦青年 你这么快走得这么前 会不会真的摸死你 那扶不死 因为我听一些政台人士这么说 当时他们都看不住 这么快走得松 就能够配合得到 去到今天 现在我们就是 大家有一片荒乱 买不到药 买不到这个年花清溫 或者是澳门很多人的批评 我看不到香港有什么批评 我看见机场很多人 这个也是 虽然是事小事 都是看得住 没得到 再说一件事 我回昨天 这句名句来说 庙堂之上 闹目为官 电闭之间 禽獸食鹿 这件事就是 郭台兵是闹 这个民进党的官员 我这番说话 就不是给特区政府 不是给新班军 绝对他们 不是的 我给一些机构领导人 包括学术机构 那些大学 那些文化机构 还有一些所谓的 所谓的 所谓的 有色知识 我现在不是说 殿堂之上 是说整个 在这个建制之下 很多人 是冷酷为官 学校搞成这样 无论大学 中学小学 都可能会见到 很多人 做一些 仍然是形式式 做一些 类似颜色革命的宣传 包括 拍些什么 毛巾 手巾 我看新闻 就看到这些情况 当然 在某大学里面 不停有些学生 在搞这个聚会 去支持这个白子 闹目为官 就是说 这个不是电堂 在这个学堂之上 打目为官 电闭之间 禽獸食鹿 很多文化机构 很多情况之下 之前 都将一些所谓 有侵害性的 所谓外来物资 外来物品 那些什么艺术品 引起来香港 也是随口说 也是令到中国的 香港 中国的形象受損 也是做一些 和平演进的一种 预备工作 就是我认为 就是 为什麽呢 你是丑化中国 丑化什么 艾美美的那些展览 你觉得是否有丑化性呢 还是这些很有 艺术表现的东西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这件事 是一个认知作战 是一个文化的战争 那谷歌呢 譬如说 对我们所谓的 郭歌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恶毒的 对文化的攻击 所以我们要做荷兰少年 不要做这个冷目 也不要做禽獸 有很多机构 就有很多禽獸 不得不提 我跟上方都提过不少 我就不点名 为什麽我现在成功 如果不是防战洞 如果不是能够第一时间 如果不是做一些 不能够 真的要靠得住的事情 真的很有问题 2023年呢 我们要清理香港藏污纳构的事情 关于文化和教育方面的事情 要等于好像我们清理这个街道一样 要清清楚 真的干干净净 这个是不断要做的事情 那我们可以继续看得到 看得到这个政绩 第二样东西 配合到这个中国的优势 我们香港会继续融合在这个达湾区里面来说 那我们更加知道我们和中国的关系 我们更加要保护我们国家的形象 我们一定要保护我们国家的优势 我们人人有责 要不然的话 我们哪里去运程 不要说你这麽高贵 说你去外国先 香港要靠中国嘛 有优势 那我们不帮怎么办呢 正所谓用一些电影口语跟你说 如果你没有那麽高文化 想去领悟我说什麽的时候 就说 你继续到水的时候我继续到水 大陆继续到水的时候 我们继续到水 就这麽简单 对不对 不要跟你说那麽高层次了 大家都明白了 那跟着就是说 未来就是在这个 真是对于这个颜色运动的 所谓的情况 就是那些所谓的毒草 那些土壤呢 是需要大家就更加留意一下 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一放任的话 又会出回来 但是我明显到目前都是很不满意 当然我不是不满意的新班 不满意的一些机构 都依然是这样死蛇难船 只能因为你不满意的 也能有一个不满意的派 但是我相信 那些人有很多很多都没有东西 我也可能会出现 它就是越来越主身 那些人的日本人 或者連细社 也可能会出现 可能会出现 整個班子來說都做了很多的工作 所有的局 所有的司局都非常表現良好 不過特別提出我作為市民 響應夏寶龍所說的話 要做得看得到沒得住 我真的看得到沒得住 我作為市民就是預述和大家說的 大家有沒有什麼同感呢? 希望如果有感受的話 可以和我們留言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大家好 巴士的報除了在YouTube右邊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石樓台新節目10分鐘看中國 每天用10分鐘告訴大家中國發生什麼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對看 現在很多媒體比較少說中國的新聞和分析 而且多數都是說負面的 少有說正面消息 叫年輕人每天抽10分鐘 看石樓台新節目10分鐘看中國 就會知道國家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國家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報訂閱石樓台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報 去巴士的報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多謝大家支持